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小人还不明白 又张开嘴 我一看 这牛嘴里面也是血肉模糊 牛舌 牛舌头不见了 他自己张嘴让你看的 是的 我们家这头牛啊 他通人性 除了不会说话 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就像小人的家人一样 什么人干的 这么狠毒 小人要知道 就不会来找您来了 你得罪什么人了吗 得罪过什么人 没有没有没有 大人 小人真不记得得罪过什么人 这人为什么不偷你的牛 反而要割牛舌头呢 这牛没了舌头 还活得了吗 活不了 活不了 不疼死 又会饿死 你这就回去 将牛杀了 别让他受罪了 大人 小人可不敢 这厮杀羹牛 是犯王法呀 是重罪 可可 可不能杀牛啊 牛已经活不成了 有何不敢 听我的 将牛肉分给全村人吃了 大人 你 你这不是害小人的吗 不是我 是有人要害你 你要想知道这人是谁 就照我说的办 那 那然后呢 然后全村人就都知道 你杀了牛 把肉给分了 那 那 那再然后呢 割牛舌头的人 就会到我这里来告你 大人 小人明白了 小人明白了 我这就回去杀牛去 你就是包长 正是 你有何事 这个 你认识吗 你是谁 为何会有这件东西 包长 换个地方说话 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 你说吧 包长 你可知道几年前 当今的太后 把一个疯女人 悄悄地送出宫 结果这个疯女人 在半路上丢了 本官略知一二 你知道这个疯女人 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太后当时不许我多问 她是当今皇上的娘 亲娘 你怎么知道 这个女人没有疯 她只是装了几年疯子 你是 是我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知道如果说得不实 会是怎样的结果吗 丢掉身家性命 如果说的是真的 知道对皇上 对朝廷意味着什么吗 一时激起千层浪 刚刚平静了几年的朝廷 又要脚胎了过 我只是想让皇上知道 她的亲娘还活着 好让我们母子相认 你就 单凭着杜兜 证明你是当今皇上的亲娘 陈寗公公 当今的太后太妃 还有曾经伺候过我的姑女们 她们都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如何流落到这端县 我到端县是专程来找你的 专程找我 为何 这些年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 整个朝廷只有你才能替我讨回公道 三叔 三叔 报名 给你立过规矩 不许随便到公堂上来 怎么就记不住了 我也不想过来 是你的嫂嫂和我的婶婶让我过来的 早就到了吃饭的点 饭菜都凉了 知道了 出去吧 一个人来的端县 住在哪 没有住的地方 我还需要点时间 一来验证你的身份 二来 想想该怎么办 这段时间你就暂时住在我家里 但不许跟任何人提起你的身份 包括我的家人 这是我嫂嫂 这是夫人端午 这位是我侄儿包勉 这位妹妹是 敏儿 现在夫人去上房歇息 来 夫人 这边请 撒黑 你用神神秘密带一个女人回来 你和她什么关系 嫂嫂 端午 这个女人非常特别 我不能告诉你们她的身份 你们也绝不去打听 她要在咱们家住段日子 你们要好生伺候 不可怠慢了她 还有 她住在这儿 不能让外人知道 好 敏儿 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嫂嫂 我只能告诉你 她的身份对咱们大宋江山很重要 你是什么事 就像个人 人这人 谁是谁 这人 对咱们大宋江山 这个人 都是 有些人 你们 给你 的人 哪 不 一 其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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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踩一跳 我成功他没有 你 benefits 无際 反馈自己的 你必须赶快 我你必须赔 我都没赔 我家乱 我家乱 你还乱 我家乱 我家乱 我忘记上次出宫是什么时候了 这整日关在宫里边 也快忘了民间是什么样子了 姐姐说得极是 妹妹也快忘了 猛的一出宫 远花缭乱 看什么都新鲜 姐姐 和宫里比起来 妹妹突然觉得 外面才是天上人间 哀家也有同感 夏怀敏 太后 您吩咐 以后有你护驾 经常带着太妃娘娘 四处走一走 这整天关在宫里边 真的也就不识人间烟火了 遵命 皇上 这还是你第一次 看民间杂戏吧 孩儿是第一次 不仅是看戏 连着开封城 孩儿也是第一次看 小的时候 从乡下进宫 坐在马车上 被帘子捂得严严实实 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次看到这开封城 皇上有何感想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还真不知道天下有 这么繁华的地方 荣儿 姑姑吩咐 以后你也经常带着皇上 四处走一走 免得成了井底之蛙 姑姑放心 侄儿知道了 谢谢母后 郭怀 奴才在 下面是什么曲目 回太后娘娘 是这家西班的招牌 当家女灵的词曲 那就赶紧开始吧 那就赶紧开始吧 春花九月 何时了 我知知多少 小楼 昨夜有东风 顾顾不堪回首月明珠